气已载到花蚁寄情,将花折入瓶中,舒怀心情,也赋予平气新的生命。 花蚁折的匠心在花气亚洲花气集征展呈现, 汇集来自中国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四个地区多件气物连结花蚁绽放四处。 运输的理念一直是气用为上,用之为美的这样的一个理念。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会取花气这个名称,气氛的气, 这个名称就是想充分表达借由花一家的审美跟他的修为, 然后折花入瓶,将自然的花卉的灵魂跟生命注入气物当中, 所以也是赋予了气物新的生命, 并且让气物伴随着花卉的生力极灭。 然后他们整体又创造了这个整个空间的美感与氛围。 生活中可见的气物与花卉相互结合,提升生活空间品质, 展现艺术之美。 展览也邀请当代艺术创作者以花卉为题呈现花气盛宴。 我所要强调的是平凡中间真情, 像这个主题是,就是我画的是那个凤伟绝, 凤伟绝路边常看到,它根本非常容易长, 非常容易繁殖, 我也从来没看过有人把它入画过, 但是我把它当作画面的主角, 凤伟绝,然后技法的话, 我用工笔莫古的技法来呈现, 完全是中国绘画传统的一种技法, 莫古工笔的方法, 然后画完之后呢, 我又穿插了一点红色系的点状的红在里面, 我把它归结到一个现代讨艺的白色的纸细当中, 一层一层不同的色彩的互相衬托, 让这个层次整个呈现出来。 将花意描绘在画里化为永恒, 七位艺术家融合现代东方元素甚至自我观感, 进而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。 《花色彩影》之间的作品, 我描绘了被风吹得枯萎的草, 以及一些用纸张装表贴的影子, 我很喜欢将影子带入到画面里, 一日之中不断变化的影子, 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。 我认为时间的概念就是由这些片段感受所组成的, 然后我将这些感受转化到我的画面里面, 它在画面中形成一些留白或是刻意做的痕迹, 去表达时间流逝中的一些事物的变化的过程。 花语气和谐共生, 在室内绽放艺术氛围, 演绎着古今器物的当代美学, 展览直到10月25号, 欢迎民众悠游赏花, 其乐无穷。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。